HELLO 大家好 歡迎大家收看肉肉速報 今天要來跟大家聊聊關於我們小時候的經典神作暗黑破壞神2 我們將從美術的角度整理出我們對神作的敬意 對於七年級生的我來說 小時候能玩的遊戲不算多啊 但我記得我幾乎是同時玩到暗黑破壞神跟星海爭霸 運氣不錯的我一開始接觸就是一代的暗黑破壞神 記憶遊戲小時候開始玩的時候只覺得可怕啊 心理壓力其實真理是大的 因為從一代開始暗黑破壞神的陰暗恐懼真實 都藉由畫面及音樂忠實地將你帶到遊戲之中 印象最深刻的永遠都是 剛開始在地下城遇到的屠夫啊 在地牢的一間陰暗小屋 想也不想的就把門打開 門後藏著滿屋子的鮮血 以及支離破碎的屍體殘骸啊 發現門被打開的屠夫啊嘴裡喊著 感覺好像是發現新的食物出現一樣朝你衝來 才發現屠夫跑得真的是有夠快的 而且幾乎招招命中啊 時不時被屠夫拉回來繼續砍 小時候真的是帶著極速的心跳逃跑 已經忘記自己身為勇者應該要做的事情啊 心中都已經覺得屠夫應該就是這個遊戲的boss了吧 說不知他也才出現在第三層而已耶 也正因為從一代開始 美術及氛圍就十分到位 才能讓我們將自己完整的帶入到遊戲之中 在這一點啊 二代一樣也做到了 距離一代發售的1996年的四年後 2000年暴雪發行的暗黑破壞神2 二代一樣是由暗黑之父北方暴雪開發 時隔四年與一代相比滑 直自然是不用說啊 反而更值得關注的部分是畫面的恐怖感更上一層樓啦 我印象很深刻 當初在影像設定裡面有一個perspective的選項 好像還有顯卡需求的限定 等級不夠好好像還不能開 這個功能開下去當時真的是嚇死我了耶 整個畫面變得非常的立體 好像真的一樣 然而至今為什麼暗黑2對我來說還是很經典呢 從美術畫面上面就可以看出這一切喔 暗黑2的原畫大部分是有一名美國的畫師 Juro Braun 來揮一致的喔 這位畫師的作品大部分充斥著怪異體態 扭曲啊 異世界啊 邪惡感啊 大家只要Google一下搜尋他的作品 你就直覺會覺得這個人不得了了 怎麼說呢 他的所有的創作就是暗黑破壞神的世界觀無誤啊 在他的筆法之下任何一個作品 應該都可以算是暗黑遊戲裡的任何劇情延伸 然而在他的魔性創作下北方暴雪也幾乎完整 呈現這個恐怖的風格於暗黑破壞神2上 題外分享一個超級經典的FPS射擊遊戲 毀滅戰士2 這個遊戲的封面原畫也是出自於他這首 相信很多老玩家一定也還記得毀滅戰士2的開始畫面吧 就跟原畫一模一樣忠實呈現啦 所以說可見一個遊戲原畫師對於遊戲的風格有多大的影響 當然也還是要看遊戲製作團隊能不能忠實呈現囉 就連同是最近預定發售的暗黑4的美術團隊首席藝術家Math Madade都說 我們將暗黑破壞神2視為真正的暗黑破壞神 我們希望能夠再次達到這種風格 製作團隊的成員們最喜歡的就是暗黑破壞神2啦 最大的共鳴之處就是其中的暗黑元素跟暗黑風格 連時隔21年後的第四代開發團隊都深深這麼認為 二代就是一個不朽的經典神作 那麼不將它好好重置再度發揚光大 怎麼對得起北方保學呢 應該還是有很多年輕玩家沒有經歷過二代而有玩過三代 但凡是玩過二代的玩家 大部分都還是覺得三代比不過二代 這個部分非常的有趣 明明軟硬體技術和美術能力都遠遠超過當年 為什麼總還會被認為無法超越過去呢 難道是我們老了嗎 既然能擁有全世界這麼多數人的認定 還是無法超越過去 那想必其中一定有原因的 暗黑早其實就是很經典的B級系風格 大量的血漿噴發 滿地的殘肢亂臂 黑暗中殭屍滴吼回盪在草原上 沉淪魔矽高的尖叫 被怪物肢解殘缺的身體 以及幾乎只能看見腳邊的可視範圍 這些令人不舒服的元素 幾乎毫不避諱地呈現出來 就像在看B級片一樣赤裸 直接暗黑2在美術上呈現的風格 比較像是恐怖、血腥、真實 相較於二代、三代呈現出來的 比較趨近於史詩感、古典感 也可能是因為畫面呈現的質感過於精美 反而有一種卡通感 而且不像二代的英雄畫面一出來 那一團篝火帶出了 英雄們準備出發前的敘事待發 整個環境只充製著火燒木材生 以及城鎮的孤寂感 再來就是各個世界關卡、銀照的氣氛 就拿第二關的殺蟲洞吧 當初我在進洞的時候真的是覺得 這個動物真的有夠餓 超多蟲 重點是死掉還會爆槍耶 更不用說最透那個巨大殺蟲死掉狂噴的那一幕 就只插眉吐在螢幕上 正因為北方暴雪把這些真實感 及氛圍做到我們那樣微笑 玩家在體驗的時候也很能有再入感 人家說畫質差成能度到這種程度嗎 別忘了以當時的技術來講 已經算是非常頂尖了 那以現在的技術來說無法做到嗎 倒也不是這樣說的啦 看看惡靈古堡吧啊 小小夢魘2啊 這些算是恐怖驚悚的遊戲喔 一個是極度顯示 一個是營造氛圍啊 所以說最後應該是與技術無關 而是如何營造出令人恐懼的感覺 當然這裡不是要去批評暗黑3喔 而是就大部分玩家體驗過暗黑2 喜歡那樣的氛圍感 以這樣子的基礎來跟暗黑3比較 那當然就會有很多地方的落差啦 不過也因為遊戲開發商 對於遊戲要呈現的目的 及企業的觀點不一樣 暗黑破壞城之父 這個Devi Breivik說 他們在製作暗黑破壞城2的時候 北方暴雪以及暴雪娛樂 就會在遊戲內容及美術上常常有爭議 而現在的動視暴雪規模更大 勢必有更多因素要考量 這也就是企業越大必須要面對的問題 他也解釋 以前暴雪娛樂不是大公司 遊戲開發者完全不需要管太多玩家的意見 有完全的創作自由 更沒有太多海外股東或是贊助商 要去安撫或配合 可是現在動視暴雪已經是一個遊戲帝國 擁有非常多的國內外玩家、股東、贊助商 開發者也不能像以前一樣 想幹嘛就幹嘛 所以說這個是身為玩家 我們沒有辦法感受到企業內部決策的原因 除非現階段暴雪想要再續暗黑2的精髓 真的是這個樣子的話 那就還需要再琢磨琢磨了 於日前公布的二代重製版 進行了4K高畫質的貼圖更新 還能以一件的方式切換過去的樣貌 官方這本信心讓玩家自行切換兩種模式 看來應該是不怕比較 除了畫質上光頂以外 更新率也是看來至少也有60格了 不過這點我覺得很妙 一代的更新率大概是20格 二代的更新率大概是25格 雖然市面上所有的遊戲 都是以60格為基準 但就個人來說我最喜歡的 應該還是一代的更新率 格數是很少沒有錯啦 但就是一種電影感 電影的格數是24格 所以說一代跟二代玩起來 真的很像在看電影玩遊戲的感覺 三代基於美度風格的呈現 60格的更新率 真的讓我比較沒有那種紙張感 那麼這次的重製版也提升上來了 不知道能不能有這個降低更新率的選擇呢 就像是看電影 我們也不希望看到60格的感覺吧 再來就是這次的浴火重生重製 將會有7種職業回歸 這個亞馬遜 刺客 死靈法師 野蠻人 聖騎士 巫女 及德魯伊 可以看到這7位英雄的長相 都已經重新做行了 在以前的解析度下看不到的細節 現在都一清二楚啦 不過也是因為這次的重製版 在角色上的性別似乎就沒有選擇了 再來是使用者介面的部分 可以看到幾乎是完整重現當初的那種情感 就如同我們前面所提到的 二代吸引人的是氛圍的營造 重製版的UI 將那個石板的材質重新的提升 包含所有的物品啊 武器啊 防具啊 也都原汁的重現 那份因為歲月累積的裂痕都歷歷在目 會掀起各個武器防具都想要收集的面頭 儲物箱的部分也確實增加了容量 不用再因為裝不下而必須要丟掉或是賣掉啦 然後其他還有很多小細節的更新 我們就不一一說明啦 家機與PC的資料共存 看來是可以 看來可以在家享受高畫質 在外享受即時的樂趣啊 這款跨世代的經典遊戲 暗黑破壞神2 預定於2021年發行 現在已經可以在BATTLENET上預購啦 今年也是暴選的30週年 出現了暗黑2的重製版 以及暗黑破壞神4 看來遊戲荒快要結束 荷包荒的時代要來贏啦 好的 以上就是我們對暗黑破壞神2的經典美術神話 做的一些小小分享 如果資訊有誤的地方 還請大家留言幫我們補正 如果大家覺得我們影片不錯 記得給我們一個讚 並且留言分享你的心得及建議 讓我們知道 如果你是肉粉 拜託拜託現在先幫我按個讚 肉肉速報 我們下次再見囉 掰掰